兩名曾經淪為伊斯蘭國恐怖組織聖盧的伊拉克瓦茲迪婦女 納迪亞、穆拉特以及拉米亞阿吉巴薩爾 星期四獲得到歐洲議會頒發的最高人權獎項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 2014年穆拉特以及巴薩爾和數千名瓦茲迪婦女 在伊拉克北部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綁架遭受性侵及虐待 還被轉賣 後來他們逃脫 去到歐洲巴薩爾在逃離途中被地雷炸傷、念報毀容 他們後來都成為活動人士引發公眾關注瓦茲迪人的遭遇 穆拉特被任命為聯合國親善大使為人口販賣受害者發聲 歐洲議會主席馬丁·舒爾茲在一項聲明中說 納迪亞、穆拉特以及拉米亞阿吉巴薩爾 所體現的勇氣及尊嚴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 納迪亞、穆拉特以及拉米亞阿吉巴薩爾 現時成為伊斯蘭國性暴力 已確是綁架受害者的聖任 瓦茲迪是一種古老教牌 瓦茲迪人主要居住在伊拉克 伊斯蘭國極端組織認為他們是拜魔鬼的人 薩克羅夫思想自由奖系創建於1988年 以前蘇聯意義人士薩克羅夫命名 中國人權活動人士魏京生及胡佳 曾分別於1996及2008年獲獎 akil騙手 穆克羅夫